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于尔不获一见者 已告昆山徐尚书 见安 徐孝未知曰 此一尔 但知每月三五 于此人寺 书滩后知 必相见也 如其言 果然 妙氏 平僧郎帝遇故书 小四皆曰滩也 孔尚任作 燕台杂姓诗 有一首积勇此事 但夹归来报西营 喉门金寺海门深 御车扫尽皆多事 只向慈人寺里寻 清出北京书铺 大都在广安门内 慈人寺一带 每逢初一月半 网游的人很多 临时增设小滩 比平日更为热闹 慈人寺又称豹国寺 故延武曾在寺里借住 朱仪尊 何卓也常出入于此 如今遗址尚在 后来岁朝集市 改为厂殿举行 书滩也随着迁移 逐渐在海王村设寺 到了乾隆年间 李文早 做琉璃厂书四季 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 已经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 这时正值四库开馆 江浙两地范书的人 每次运载入京 也都在琉璃厂附近住俗 据翁方刚说 参加四库全书编撰工作的大臣 午后 自汉林院回狱 往往带着带茶带叫的书单 过海王村 在书店里来回上扬 有些掌柜趁间找寻门道 接纳权贵 慢慢地七宴熏天起来 光绪初年 汉林院试讲张佩伦 奏和保明斋主人李忠明 说他招摇撞骗 卖官欲绝 带五品官服 出入恭敬 大概并非虚语 比这稍早还有保文斋一件公案 相传同志年间 武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 车盖擦着保文斋书铺的挂牌 将牌招碰了下来 电火一哄而出 拦住不放 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 都堂也值得从命 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 大部分掌柜都如旧经所记所说 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 学学斯文样子 绝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礼文早之后 庙全孙有座琉璃厂 书四后继 追溯自同志丁卯 致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 从书店本身来说 此起彼落 沧海桑田 变化的确很大 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级集中之地 朗环风光不渐往昔 两季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 二十年后又有人做琉璃厂书四三季 1963年5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季 说明自1912年至解放初期 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十月 中国书店自国子间迁至厂店 这本是合营后一件大事 我应是没有前去参观 去春过海王村 才知公园就职 重庆休起 中间座北主楼 放着善本真迹 左右两厢狼屋 以礼而难 狭长如双臂平举 室内纵横列架 满眼都是图书 静肘处各有圆格 看书的人可以在这修气 万以下折而相向 两四并列 铺面临街 一个叫做汉文斋 一个叫做文奎堂 街上除了原有的来勋格 穗雅斋 松军阁等之外 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 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 一时车马迎门 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 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鲜细像的 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 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 他们已经由书甲一变而为书页工作者 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 换了称呼 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 这个改变的意义 书店的经营方正不同了 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 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 为研究工作者服务 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 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 一切为了赚钱 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 合营后 重又遇到 不知怎么的 对我像一家人一样 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由于研究项目的变动 近几年来 我买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旧书 尤其是期刊 我有一种想法 要研究某一问题 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 还得翻期刊 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风貌 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 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 这样我和古术的关系比较疏远了 每到厂店 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黎原始料的穗雅斋和补课了续编的松军阁 这倒不是因为我对居部怀有好感 因此连及书店 穗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 不过好的很少 浏览一转之后 如果时间许可 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 背贴或者兼纸的铺子里走走 否则的话 那就王东直奔松军阁 松军阁专营期刊 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电文老人 年于七十 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事部主任 据说他年轻时 常跑西小市 为人配补期刊 随见随路 既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 稿本十二册 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 后面的有王忠和刘广正等 王忠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 刘广正是刘电文老人的儿子 记忆力强 对期刊知道的较多 过去投本不令售 书店准备逐渐配权的刊物不令售 现在如果确知 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 远远的超过于书店所有 也肯破例成全 有些一时 不亦访求的期刊 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受获的线索 代为借用 比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 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影响 需要翻检一下 绿波社 易灵社 弥撒社 骆驼社 浅草社 白鹿社 飞鸟社 碧利社等主办的刊物 就从松军阁那里得到不少的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 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 除了厂店之外 龙福寺 西单商场 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 兼营着现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 星期假日 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面 慢慢翻检 也常有好书可得 东安市场还经常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 带留一些书籍 先送书至家 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 这样既有选择余地 又可从容核对 避免与已有的重复 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 给我送书的王玉川 大家叫他小王 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 为人勤勉诚实 知道顾客要买什么新书 本来不是他分内的事 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千方百计的带为买到 近年以来 我得了心脏病 养成早起习惯 燕都入夏 沉凉如水 趁着朝吞慰上 失而侧障街头 有好几次看到小王骑着自行车 车座上 拖满书籍 在清晨的 几乎是喜过一样的长安街上 急迟而去 很快的消失在远处的绿树英里 我心里不免充满赞叹 这么早 这个年轻的传播文化的使者 又在执行他的任务了 写着写着 想不到竟从书房写到街头去了 这在文章来说 实在是一种破格 也就是不成章的意思 关于北京书室 前人已经写过不少诗文 记得最受赞扬的和常被引用的 好像是潘济云的一绝 细雨无尘 驾小车 场桥东汉 晚行徐 西同思想 渔夫语 末点春衣 又买书 点衣买书 原是会有的事 但一定要让西同 与渔夫思语 终不免带点大老爷口气 直白地说 我不喜欢这首诗 这大概也是自己 只能写些破格的文章的缘故吧 前后艺术 共计八篇 因未知 八计云 选字 惠安书画 三连书店 1980年版